据英国《每日优报》12月17日报道,乌克兰东部城市Mackie Egan一名15岁男孩Bugden Fosser在用自制降落伞从大厦四楼跳下时,降落伞却没能像预想中一样打开,导致他坠落身亡。 包括他母亲在内的很多人,观看了他的跳伞表演,他们鼓励他尝试使用自己的自制降落伞,网络视频显示,他伸出双臂站在大楼顶上,当他下落时,可以看到他背着一个降落伞,但在离地约140英尺42.6米的时候,降落伞没有正常展开。 一位目击者说,现场有一群人,没有人试图阻止他,他们只是拍视频,人们不配做人,他们已经失去了应有的潮食。 这件事就发生在我眼前,那个男孩带着降落伞跳了下来,结果后卫着地,据报道,小男孩的母亲及其他亲戚,一起观看和拍摄了他在跳伞时,使用的自制降落伞的恐怖场面。 他们都在鼓励他,没有人叫警察来制止这一行为。 那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母亲对孩子的死非常圣经,专家表示,即使是一个常规的降落伞,也救不了他的性命。 保加利亚法迪报则报道,跳伞的最低高度是70米左右,至少25层楼,即使达到那个高度,这也是一次危险的跳跃。 有媒体评论称,很多人看到他这样做,包括他的家人和他的母亲,他们当时正在拍摄这一事件,但没有人有去阻止这个少年的行为。 没有人报警,所以,我们看到了这个悲剧的结果。 目击着说,他在屋顶上等了两分钟才跳下。 男孩戴着头盔,地上散落着头盔碎片,跳楼后不久,一辆救护车赶到,但男孩被宣布当场死亡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